人生总得坐一次高铁商务座吧 今天花29块钱带你们体验一下有钱人的快乐 走 对 这个进站好丝滑呀 而且人不是很多 这里是护车厅 环境真的很好 哇 这边好多小零食啊 这是免费的是吧 三面干的 这些也是免费的吗 这边还有咖啡茶什么的都有 商务护车厅是沙发呀 好舒服 我们直接等工作人员来叫我们就好了 完全不用担心物质 坐在这吃点小零食喝点小咖啡 你得工作人员验完身份证之后 告诉我们可以出发了 真的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带我们去 而且只带我们两个人 不用排队 哇 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太爽了吧 谢谢 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我们 看好讲假嘞 咱们试试 全程我都没看是哪个车哪个位置 都是工作人员带我们来的 这种体验感觉太棒 这张按钮好多诶 这都是干嘛的 啊 手腹 已经准备了一点果汁 换点水 吃点水 你看杯果汁 这个汁的质量都特别好 这边每个座都有个插头诶 天呐 这是一个小蛋猪肉诶 你看里面有什么 刚才我就吃了很多小零食 现在又别着这么多 快不好意思 真的好舒服 我们这一个车厢值得你 不错诶 我们这段位置 不够了五餐 看看谁要 有梅菜铺肉 香菇 有三个 这些不错 看这些 不太适 那就来一个不辣的香菇 哇 这是免费的多钱 因为我们这个车只有9分钟 所以当饭上来的时候 我一撕开吃了两口就多占了 反正不浪费的原则 我们还是拿下来 接着把它干掉 给的还挺丰盛的 是两个肉材 还有南瓜 小咸菜 分量真的好大 就是那种盒饭的感觉 这盒饭真的可以 他们这个盒的包装都这么高级 又给了很多 只要正常在高铁上卖 不得三四十一份 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 真的好好吃 给它吃了 高端商务人士的生活 就是这么普世无皇 谢谢大家